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我会是最后一个知道 小军军 我该负责的呀 是吗 怎么可以了 军军 他主要是想向观众们解释 我不是最近吃多了显得胖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导演刚才提醒他 就说说你这个衣服啊 能不能给收一收 显得好像有点胖 哦 他很笔的看了我一眼 说你那肚子像怀孕似的 对对 然后他说 我就不得不 点点头 这个暴露一下这个真相 所以我不是因为胖 又来毕宫 是吧 哎 你是觉得生活很美好 是吧 再来一个 我不是 我追忆 我回忆我的 我就我的这个人生就是 结婚没结过就接就接一次 嗯 生孩子没生过就生一次 生完一个人 对 生完一个人家说 哎 还是两个好 那就在生 我都是有好奇心驱动的 那你倒是说我还没生过第三个呢 不不不不 不 这一定是 我就 我觉得啊 我生完这个以后 我的人生将 重新开始 我真正的人生回开始了 我所有做女人的任务都完成了 我觉得 你就准备把孩子扔下不管了 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真的觉得你的人生回来了 是你自己的 你不觉得 我以前有过一个比喻 我说人 就是女人的子宫啊 像是要一个带租的房子一样 比如说你 你就你之前其实在寻租 然后呢 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其实你整个身体借出去十个月 对吧 嗯 到最后你这 这个就是生理上的 呃 这个义务你完成以后 你觉得你把房子收回来了 才是你自己的主人 是吗 为什么是义务 你收回来就是废物了 就没用了 怎么会 哎 不能这样说 不是 你觉得 你说这子宫吗 不是啊 子宫收回来了 你不再怀子宫就没用了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了 你不是在说子宫吗 我说你这样 你整个身体是你自己的了 你就说身体回来了 对啊 没有 这样说很危险的 少为有那个比较认真的女性主义者 一定批 批判你的 对 对啊 因为因为生小孩怎么会是义务呢 我们都知道六零年代有 说责任好不好 或者不是义务 你刚才用义务 因为很重要的书 那个书名呢 就英文书啊 就叫母亲 母 母职啊 工作 职业的职 母职 副标题又叫做女人的毁灭 这是女人从小 就是身体的结构 还有整个社会 让你感觉 生小孩是你的义务 是你的责任 是你的生理上面要做的事情 我是好奇心驱动 任何我觉得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不生孩子 但是我经常觉得是你没有生过 你怎么能告诉别人哪条路是更好的 但是当你走上了其中的某一条路 你也没办法再走另一条路 对不对 你选择生和不生 你都没法再回去 没有 不一定要生过啊 因为比方说你搞写社会革命理论的人 他可能根本做的 理论家就是没有实践 他在书房里面 比方说探讨死亡哲学的人 他也没死过啊 所以都不可信吗 没有人能死过一次再回来告诉我们 那他只是猜测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那你的意思是和尚大师不能指导人生吗 对呀 你知道他们指导吗 所以生一个才有资格指导你吗 他倒挺高兴 他倒没权力指导我这孩子 反正你均均等一下我们要好好谈一下 那我现在才知道 抱歉 你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你 你以为你就完成了这个做女人的义务是吗 不不不 我当然我这个话说的有点是开玩笑了 那后面肯定有很多的义务啦 你要照顾啊这样那样 这一辈子的牵挂 这两个孩子就彻底把你困住有可能啊 你不要把我说的那么悲惨 啊 家里有钱呢 那可以 家里说体验不通 养不叫母就过啊 我为什么会不叫呢 但我没有 这个会慢慢叫啦 我觉得我问过很多人 就是说你们自己怎么去平衡这个工作和人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确实你说的困身是有的 特别的多 但是呢 另外一种就是你多了一层体验 但是说到底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 你回不去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心里是 觉得我这么想回到 五位杂陈 等等 我后悔要怎么 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 不是 当然我为什么就说 借他这肚子来聊这个 今天的话题呢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想聊这个话题 因为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 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啊 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啊 穷人生孩子 多生孩子 是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就是说 你生 你看啊 就说 现在是越是城里的 富富的人 他们往往会觉得 哎呀 我生一个孩子 当生两个孩子的时候 他都会犹豫 我不能保证 对这个孩子全部的爱 或者全部的照顾 他们都会往往不选择 再生第二个 但是恰恰呢 在一些特别偏远的地方 不具备条件的地方 根本就生下来就是留守儿童 对吧 但是你看他一个一个生啊 生啊生啊生啊 他一直生 可是这个问题又很有争议 因为你聊不好 你就是法西斯主义 对吧 你那是什么意思 穷人就没资格生了吗 但是 你不能不看到这个 这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 贵州 毕节 已经第二次了 上一次是五个 留守儿童 在垃圾箱里闷死了 那个父母都在外边打工 这个更是 父母都就政府派工作组 在找着他父母 就四个孩子 最大的13岁 最小的5岁 最后也不上学 然后呢 错学了 原来上过学 他们就 就就就 就不爱上学 而且呢 紧闭大门 村里人敲门 他们都不开 然后 你知道现在 当然咱中国这时候 也挺干嘛的 也要光机一下子 所在地区的那些官员 一律免职 对吧 你处理这种事情 其实呢 现在有个关键情节 孩子们喝滴滴味 四个孩子自杀 一个半小时之前 呃 什么村里的干部啊 学校里的老师啊 去他们家 去看 但是你必须很谨慎 这么说啊 你不能 就是他们也是好心 劝这个孩子上学 然后呢 就是敲门也是不开 最后他们从后门 这么进去的 进去之后 四个孩子 你想他们这个四个孩子 都藏起来 藏在沙发 那个破沙发 后头 窟窿里面 窟窿里面 就打人们找 哎哈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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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四个孩子找出来 然后就跟老大说 你得去上学啊 你这怎么怎么着上学 老大还答应的挺好 说这个明天 上学 然后说两个妹妹 怎么这个脸肿了 说这可能是打架 然后又找医生 给他们检查身体 说不是饿死的 虽然是去年的玉米面 在在屋里 但也不是饿死的 他爹出去打工啊 给他一个银行卡 银行卡里有钱 还剩下三千块 三千多块钱 剩下三千多块钱 然后最后现在是公安局 就已经证明 遗书是真的 就是这个十三岁的老大 这个男孩子 他就写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 但是呢 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所以四个都合递这位 我其实看到这个 当然整个的故事里面 好多的这个细节 让我觉得特别的悲伤 真的真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 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就我要 我想起有一句话 可能不是太合适 但是那个木星说的嘛 无情的本质是无知 在这里面 我不能说他的父母很无情啊 但是至少肯定 你的情和爱给的是不够的 对吧 那无知好像又不是他们 个人的无知 他们尽了他们的力 他想留下钱 他想怎么样 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 对这些孩子是更好 但这个 这个无知 给我的感觉是整个社会的 他在学校里面 已经也想照顾他 有班主任跟他去谈话 对吧 而且毕竭是第二次了 他们政府拨了很多钱 要保障这个留守儿童 说他们这个一日三餐 都要去公司 他们都吃什么等等 诶 但是我们发现里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漏洞 你仍然没有能够照顾他的 这个情感需求 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有被爱 这么多小孩 他们就很多人说 他们是因为太自卑了 他去学校 人家这个议论 他们说你的妈妈跑了 然后也没有人去 就是去照顾你等等 他们那些做老师的 也问他 说你有没有需要 这个照顾 你有困难吗 这个老大每次都说 没有 那你如何知道更多 你如何 你有更多的办法 来帮他吗 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社会 一个巨大的无知 怎么办 不知道 在这几个孩子面前 就是没有办法似的 我不晓得 我对中国整个社会福利系统 不太理解 可是这种情况 就是里面 当有某一种情况的时候 不能因为你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你就可以不管 是整个社会福利系统 我听起来 整个崩溃了 就是说除了经济问题 你刚说 可能也有 后来发现了 有经济的资源 可是你整个专业的人员 专业的辅导员 什么 要完全介入的 比方说 每天去家访 甚至呢 有时候有一段过渡期 你要明白到 会有危险 会分类嘛 高危 中危 什么不同的程度 然后甚至要送去 某一个地方 来把它保护 甚至把人派去他们家 整个很固定的社会系统 当然 这个不表示说 一定不会有问题发生 可是说 这个会把几率降低 而且最重要是说 他们是儿童 他们是儿童 当时这样儿童的话 有些是不能给他们做主的 你要揭露的 我觉得假如说无知啊 是说 一套发展出来的 社会福利的support 这个资源系统 已经很成熟了 在国外很成熟 在台湾很成熟 在香港很成熟 在大陆 可能有些城市也成熟 都跟你说 在贵州避洁这个地方 我也看到很成熟了 在文件上表现得很成熟 就是上一次垃圾桶里 闷死那五个孩子的时候 毕竭这个地方 就已经说了 就说每年拿出六千万 成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 然后人盯人 一个人盯 就是你说的 一个人盯一个人 这种关爱 对于留守儿童 可是 这个是新京报的记者 还是 前段时间去采访 才发现 就是在这个五个留守儿童的 那个 这个闷死的 那个 他们所在的 那个村里边 实际上说 钱在哪呢 村长 村之书都说 没见过 那么就是说 怎么直接 这个关心呢 你知道咱们很多问题 为什么要 克强总理批示啊 就是 中央 是 是最英明的 往下一路 一路 弄到最后 弄到一村里 他贯彻不下去 落实不了了 我觉得 这个 嘉辉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说 有专人去辅导啊 你说的是香港社会 我觉得能 做到这么细致的 一个社会 是像香港 这样的社会 但是这个 在香港 他有很 他有其他的 这个问题啊 毕竟我今天专门 在那个 Google 那个Map上面 我去看看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地方啊 我点进去 然后你可以去 放大放大放大看嘛 哎呀 那个周围全是山 就是都 都是你看到 你一看就明白了 它是一个 怎么样一个地方 全是山 光秃秃的山 对 你知道 那就是中国 最远的山村 为什么呢 就是贵州 什么碧杰 然后是七星关区 对 什么什么辞村 他那个村 是这个七星关区 里最远的一个村 离这个七星关区的 这个地方啊 还有110多公里 所以你就说 它是最远的 而且有一个反差 就是他那些学校旁边 有一个叫做 当地教学名做 叫国际大酒店 就是在他那些 非常偏僻的 那个学校旁边 有个国际大酒店 我在想象 他这个是个什么环境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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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这个这是 你看这是他们家好像三层小楼 你想四个孩子就整天生活在这里头 我现在想 现在有些90后的大学生屋里都跟狗窝似的烂七八糟 你何况是这几个这么小的小孩 他们整天就在这个里边生活 你再往下看 还养两头猪 你再看 这就是你当地的 这不是他们家 这不是他们家 这当地的一些留守儿童生活的状况 你看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你看这也是当地的留守儿童 这就是中国偏远农村 你这个村里的这个壮劳力全都外出打工 父母亲都出去 村里真就是这个孩子和老人 孩子和老人 这个是什么 我所以说你说国际大酒店 国际问题这是个 巴基斯坦最近一个父亲亲手杀死自己三个女儿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养女儿他费钱 所以这些虽然是极端案例啊 但是为什么引起人们就是说这个事 就是说人生孩子 你是不是像畜生一样 这个本能的就要生 还是怎么着 就是你不准备负责任 或者你没评估好 你没那金刚钻 你甭懒那瓷器活啊 你的条件不够养这么多孩子 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 没有你说条件吗 因为因为有另外一个说法 在我刚说的什么专业辅导等等 听起来是城市的概念 由专业的人去做 有另外一个说法 在这样穷的农村里面 其实住在当地的人 就算是老人啊 然后因为他紧密嘛 他也跑不了 不像大城市的时候 还可以突然跑掉 跑去打网吧 打电动等等 其实更容易来防止一些悲剧发生 只要你真的把这个看中成为问题 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资源 所以说一方面 假如说中央拨钱 那几千万也好 几个一也好 根本去不了的 看不到钱 那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不把这个当做事情 那就没办法 假如又有最起码的资源 support 然后又把它当做一个事情 他需要的人力投入了 不是我刚说的 那么大城市里面 要有受过领了牌照的训练的辅导员 不需要的 你整个那些有些 有点像人民公社 大家老人啊 大家几条川的人聚在一起啊 对小孩来照顾啊等等 现在听起来呢 是说一方面的钱 根本也没到位 可能很多方面的资源都不到 那另外一方面呢 始终停留在文件上面 悲剧一过了就忘了 没人记得 然后大家不把它当做一回事 所以变成说 他生的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 生的时候人都好办事嘛 大家就生起来了嘛 后来人啊 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候很难讲 你说的巴基斯坦要是 到让我想起前几天吧 前一个礼拜吧 台湾发生一个事情 在一个树林里面 两棵树下面 一棵树下面 找到两个白骨 两副白骨 是谁的呢 原来是六年前啊 还是九年前 在中南部发生一个案件 一个房子里面 五个小孩被杀了 五个兄弟姐妹被杀了 在哪里 台湾的中南部 可是呢 五个小孩的父母亲不见了 失踪了 这完全成为悬案了 就是到底是有人进去杀他们 那些全家灭门呢 还是父母亲自己杀了 然后再自杀了 有不同的说法 后来当然在台湾 也引起其他的故事 包括了那些警察要破案 曾经有警察进去那房子的住 因为死了五个小孩了嘛 空房子 他进去住 躺在那边 然后晚上叫小孩来报梦 他说你怎么睡在我的床上面 等等等等 当然可能是那个警察自己心理作用 反正有不同的人进去 都说碰到很邪门的事 那可是几年来都没办法破案 他现在也不确定 他爸妈到底活着还是死了 还是杀了小孩 逃了 那后来前一个礼拜 就找出两个骨头 化验 确定是他父母亲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证明怎么回事 对 是不是太穷了 把小孩杀掉了 香港有这样的 就是这母亲 有时候我觉得真能下得了手 就是说你不想活了 为什么要拦鸡 要踩谁 就广州话 为什么要拉着孩子一块死 这个就是比较极端了 我觉得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 我听到也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那很多有条件养孩子的人 他们也在争论一个 就是说我倒对他多负责任 你是不停的要看那些书 要给他 就任何方面的保护都要最好 你还是放开养 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说的话 我觉得就挺好 他说孩子跟着你是一段缘分 其实你也不用对他过度保护 说一定要最好的教育 一定要最好的什么 他跟着你是他的缘分 他慢慢跟在跟你的生活当中 也会去学习 也许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你要到那种 说吧 你快死 你剥夺人家生存权利了 不因为生存权利是你给的 你就可以剥夺 对 现在不是一个说 你这有条件的 往好的方向去努力 现在是说这些 最底线的 最底线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中国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家庭观念 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而且这种人口移动 甚至不是脱家态带口的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好像真是吃苦耐劳 从当年这个下南洋的时候 中国人就不带家眷 就是他就是 或者没条件 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干 我就觉得世界上中国人 最能承受两地分居 我特别想说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 在中国这个留守儿童 他其实也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 他不能带 带到当地也不能上学 就不给人家受教育的权利 你现在这城市化 他民工要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 在这上不了学 中国的经济发展 靠这个廉价劳动力 这么大批的去推动 就你到另外一个城市 你没有保障 你只能把你的这个 这个劳动力价格定的就很低 但是客观上是推动了中国 那么巨大的一个经济发展 而且说到这个 就是中国人最能够承受 这个骨肉分离 我体会特别深 就是我 就我在外面跑的时候 特别失去一些 就是你们说的战区 建国地区 在那里 鸡脚嘎拉 都能看到有中国人在那里 哎呀 真是我 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天 比如说我上次在那个伊拉克那边 一个全封闭环境 就是工地里面 就有几千个中国人 全是男的 就女的也有 特别特别少 几千个男的在那边 然后他们在当地 不是说他不想用 当地的这个劳动力 就也有 但很少 但因为是当地人 他在首都的那个伊拉克人 都不愿意到外地来工作 说我不能跟我家里分开 就伊拉克人都是这样想 所以他们只能让中国人去 后来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 当地人 也有人偷偷问他们 说你们全男的住在一起 你们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你们也不带家属 他们就说我们中国人靠打药 去解决问题 但他说真的 只有中国人可以这样去做到 后来那他们还有 我还看到一些 其实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有在那边做记者的等等 他们比如说是两口子 在那边在做记者 他待一年 他的孩子其实也很小 就两岁 那整整一年都是别人带的 但他所换得的代价呢 是他下一任 会住的非常好的地方 去北欧的国家 四年可以带着小孩 那他们觉得 我可以算一笔账 我这一年 我不跟孩子在一起 但后头的四年 我觉得我对孩子是有一个好的交代 那但是只有中国人会去算这个账 他觉得我这个 这样是一个deal 我这样的是划算的 很多时候 就是说中国 比如说原来的洋插队出国的 他都是父母在美国 一弄弄个十年 才能把孩子接过去 孩子就在祖国 跟着这个外公外婆待着 其实你想想就等于孩子从一岁到十岁 跟这个父母亲是没有在一起的 是个是为了家 我记得一些来香港读书的学生也说 他们小时候还到其他地方 后来再来香港 说好几个都说出门前 爸妈就跟他们说 孩子我们这几年分开 是为了我们的家 对 还是为了更长远的兴致 马家辉嘛 你看都是家 对啊 香港是非常传统的 梁家辉江家辉 家嘛都在家 把家放在前面 那个小军军刚说 你去到哪里都看到中国人 对 我还补充一句 除了中国人 我以前也当记者 去到哪里 我还记得去缅甸一个山区 根本1980年代进去没有人的 你去到哪里都看到两类人 因为这是中国人嘛 在卖东西 另外看到美国人 年轻人 躺在那边喝点可乐 塞在那里 他们就有这种冒险精神 我们去 是去打工 吃苦 你去哪里啊 进去哪里 最荒凉的山区 看到一个老美 就听着音乐 那个那个 喝着可乐 这样子 他们真是饱汉不知恶汉基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改革开放 咱感觉好像都走向昌盛了 是吧 但是实际是从农民付代价开始的 嗯 他种地没有钱 都活不下去 他得要钱才能生活 那么最后你要搞城市化 于是呢 农民离开他的土地 到那去打工 他打工呢 他在他打工的地方 又不能受到平等的 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所以他过着实际是非人的 就没有人权的生活嘛 他那他的孩子 只能成为留守儿童 那么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 如果说 咱们就是说 穷人拥有跟富人平等的生育权的话 那么就需要 谁来负责 对 就需要你这个国家 你得有这个机制 对吧 你不能让他们 你得让这个孩子得到起码的人的一个待遇 他们还讲啊 说这个 最早柏拉图 就古希腊这个哲学家 柏拉图的思想就是 大家也很过分 柏拉图那思想就是 国家把孩子关起来 就国家养孩子 那是另一种情况 但是就是说 你在已经到了这个情况 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国家的无知吗 我觉得整个不是 你都到了 不能去怪一个人 怪谁的时候 那你整个 即使你说 好你国家把孩子都养起来 但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我现在 我就是想补充一句 我刚才说 就很多中国人在海外 他们这样去承受 这样的代价 我一点没有 就是说判断谁对谁错 我觉得你换了我 可能我都会这样做 就我们的观念当中 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个未来 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幸福 但是我跟这个很多 这个欧美人聊 他们的观念 幸福是在当下 就是我这一个 这一个时候 你说 对 幸福是在家庭生活 甚至是 对 我有一次我就记得是 我很震撼的一个概念 是在很多年前去参加 就是一个派对 然后 有我们有一个 那个英文老师嘛 他走的时候就说 今天晚上我过得很愉快 我能想今天晚上过得愉快 有这么重要吗 我在想我明天还要去考试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说我这一刻 我的欢乐是重要的 这就是我的思想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经常跟女孩说 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 今天 文韬 这样话台词 每个人都讲过了 我们干嘛 我的经典台词是说 干嘛为了不可知的明天 而放弃这一个 这一刻 对 我们可以拥有彼此 对方一定马上投降 你们陷了那么多人 你们背后有多少 这个在留守的儿童 你们 我们认真 都在当下吧 都在当下 不要教会他肚里了 我在你的小孩 四个月以前没有听力 不用担心 说回那个小军军刚说 什么国家的无资啊等等 我会想一个问题啊 这是国家的无资啊 是个人的无良心啊 因为假如是真的说 哎 经过一些悲剧 好 我资源 获钱上去 国家有资了吧 问题是钱去了哪里 你碰到这里 我就管假如那些真正的 假如那个钱 根本没有到位的话 或者说到位了 不晓得去了哪里 那不是国家无资啊 是个人根本无良心 我都在土耳子里 是我被地震盛的 员